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林沫 你也是歌手 像我这样的新人根本没资格挑三拣四的 专辑做成这样我也不想 可以拒绝啊 现在机会这么难得 如果我拒绝的话会有很多人取代我 都是因为陈家诺 你才会变得这么急功近利 着急出专辑 你什么意思啊 不是吗 他给你住这么好的房子 让你买贵的演出服 当演唱会嘉宾 这为什么呀 都让你一点点膨胀 然后掉进他的陷阱 你到底想说什么 小蛋 再这样下去 你会变得越来越虚荣的 林沫 你就是这么看我的 你一点也不体谅我的难处 反而指责我 我是为你好 来了 陈家诺你怎么来了 我路过这 我出来看看你 你喝酒了 不好意思 我先走了 没事 你进来坐吧 我来得不时候吧 你说呢 你来干什么 我来干什么 这是我的房子 我怎么就不能来啊 什么你的房子 你喝多了胡说八道的 到底怎么回事 这是公司做的房子 他喝多了 是他们见过 一公司给新人 我好住这么漂亮一个房子 宋小蛋 原来你有这么多事 瞒着我 陈家诺你赶紧解释 这房子到底怎么回事 那这房子 是公司托我 帮他托的 算了算了 你们俩 别演戏了 宋小蛋我告诉你 你一定要继续这样的话 咱们俩什么都不用说了 林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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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解释 林沫 陈家诺你告诉我这房子 你怎么回事 不是 你别着急 这就是公司给你做的 你给我出去 你给我个小心眼的 你出去 你出去 出去 出去 我们的爱太无奈 总是惨杂着伤害 谁离开 谁等待 谁用珍惜 什么呀 队事 我买的丘利包给你冲着茶 一样用嗓子 的确挺润嗓子的 不仅润 还齁 我知道你喝光了 我还没有冷淌 你这丘利包冲着茶 用嗓子有好处 你再慢慢习惯呢 行 以后给我倒把开水吧 你看见他 我又不会包衣啊 行 我看是代替不了 你真的 以后多喝 改变水箱 去活 你 把门关上 继续啊 那天想要跟我说了啊 那个房子的钱真的是公司给租出的 行 那你能告诉我是谁给租出的吗 算了不说这事 专辑的事呢 出专辑以前 小赖事有提过 他不告诉你 就是为了怕 怕你生气嘛 林沫 你不要这么古板行不行啊 是 他专辑是照片大胆一点 歌词大胆一点 但是别人不也都能接受吗 你不要因为他是你女朋友 你就 你就那么 你就那么 怎么 你觉得我是因为他的专辑风格大胆 还是生气 我是觉得他走的这条路不对 太急于求成 这样迟早会毁了他自己 知道吗 有件事情我还忘了告诉你 那天我去联系摄影棚的时候 我看见曼曼了 他现在已经不在一刻了 啊 那怎么回事啊 因为卓然呗 现在公司也都是七上八下的 卓然不是要亲约你们公司吗 是啊 麻烦事一对 嗯 我妈的事没有那么简单吧 嘴 你们来了 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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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烦呢 喂 你们两个怎么跟陌生人一样 要不要 我跟你们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我妈让你搞什么样 嗯 嗯 你 那个 又安 我没跟你说话 嗯 哎 无聊 哦 对了 我跟孟楚都买了两张电影票 你们要不要去看啊 要不要去看啊 听你们了 我不去了 晚点还要回公司 嗯 哦 我也不太喜欢看这种电影 你知道什么电影吗 你就不喜欢看 那可惜了 那只能我们两个去看了 他们两个去看了 嗯 哎呀 你好戏 我没有放我市场 这废话啊 啊 啊 把你的筷子给 把你的筷子给 哇 那我怎么办 哎 去不去你们 那我还是去吧 哈哈 经不起 哦 经不起 来来来吃饭吃饭吃饭 你看笑了吧 哎 好啦 吃饭吃饭 我也是好饱 你吃成胖子了 我有你胖啊 那你比我胖多了 那什么啊 胖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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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什么安排 什么什么安排啊 我们一会不是还要回公司有事吗 啊 啊 去公司 那 我们先走了啊 我们 不管你们了 走了 你们我好 走了 拜拜 嗯 嗯 你要去公司吗 我不去公司能去哪啊 呃 可以去看电影 想去 嗯 行 我那天 说话特别急躁 说错了 嗯 别让我 我也是发自内心的对你好 知道吗 你看这电影票 他们说电影挺好的 你不去可惜了 哪来的电影票 刚才 也没看见你呢 哼 你去上洗手间的时候 我找男中药 你不是不爱看那种片子吗 哦 呃 那 那 那你去看电影 我看你 好吧 哎呀 江总行啊 幸亏你来接我呀 今天我的车线行 刚才那地儿又不好打车 没事 反正我去看麦麦 又起呗 哎 那麦麦对唐总态度怎么样呀 这事不能妥啊 麦麦这女孩吧 年轻 也不太懂事 所以 我觉得还是得给她们创造一些私人相处的机会 这样麦麦慢慢就明明怎么没事了 展哥 要不我们就从副歌开始来吧 行 我们的爱太无奈 总是攒杂着伤害 谁离开谁等待 谁用真心在表白 我们的爱 阮哥 我听你的那个嗓子状态不太好 要不咱们改天 好吧 改天录吧 对 你把我刚刚录的放一遍 可以 出来吧 好 路是怎么样 不太好 今天三次传来不太好 朱然 麦麦找到了吗 没有 这事都怪我 以后见了麦麦 我一定把这事给她解释清楚 有什么好解释的 现在解释还有什么意义 算了 麦麦 稍等一下 大门 您漂亮 你们怎么来了 这么有空啊 是唐总太忙 让我过来看看你 唐总说了啊 咱不赶时间 你要是觉得累 就可以休息一天 没事 这边安排的时间都挺好的 而且我也不觉得累 对了 还有小夏特别的厉害 帮了很多忙 小夏 我让你给大家买的那些零食 你买了吗 买了我现在去拿 要不 你先忙着 然后我们那边坐会儿 忙着啊 一会儿见 来吧 来吧 爸再吃点东西吧 不着急不着急 不用拍完这套的东西 那我先帮着 好了 还好 佳作哥这是你的 顾总你的咖啡 那个 你等一下 拿着 啊 这不太好吧 我回去可以报销 不是 你把这个拿着 回去你再去报销 拿着 快 拿着吧 那谢谢顾总 不是 咱们都这么熟了 你还顾总顾总叫我呢 哈 那叫什么呀 你 你叫哥呀 多不合适啊 我觉得挺好的呀 没什么不合适的吧 咱俩在一块 矫正不怕邪歪的 没人说啊 那我先忙着 不是 你别走啊 那边拍着的没你什么事 你着急忙慌 你坐着 来会儿 借个点啊 这也不错了 谢谢 谢谢顾总哥 那掌备们看 所以说了啊 这哥这边有什么事 多帮上你啊 啊 项总科你不是开玩笑吧 我就是一个顾总 小助理 你要是成了总裁助理的女朋友 今后 谁还敢再叫你 小助理啊 赵老哥你说什么呢 我们不错呀 什么眼光呀 什么眼光呀 要不我 我帮你发里发展 行吧那就拜托你了 就这么回事 行 另外一面另外一面 ok 这个针好 来往你右边点右边 ok ok 来给我右边右边 好稍微再低点头 稍微 好的好的 再低点头 ok 好很好别动别动 好就这样就这样 好就这样就这样 忙啥最近 前阵子刚签个合同 三百万有点少 呵 三百万年年少 嘿 你这边顺风顺水的 哎哟 兄弟我最近是 走背字 你这不是前段时间 刚签了一个 带姿意人吗 是应该不少赚吧 别提了 主手的鸭子 非了 都让你竹然闹着 啊 竹然这事我听说了 是什么 他解了吗 解了 赔多少钱 二百 不是 二百 这个 肖男同意了 同意了 不是 合同本来是怎么签的 合同 当然签挺高的 八百一千吧 八百一千赔二百 哦 当然少了这不少吗 是不是少了 这不行这我得问问了 这我真得管 这事啊 我觉得你还不能先出面 你一出面 做公司啊 我又回旋逼地了 对不对 要不这样子 兄弟我呢 先帮你从侧面打听打听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猫腻 我问清楚了 再出面 你来得及 行 那你给我电话吧 行了 放心 哎怎么样 你这个提议看起来挺过瘾的 嗯 但是不行了 主要已经把车房都递给我了 那也不行啊 连两百万都不到 哎扣除赵军的那个专辑赔偿金 咱不剩几个了 再说了你说 当时公司给他掏了多少寻作废包装费啊 哎呀 喝了就算我同意也没有用 你懂吗 这是总公司跟我商量之后的结果 我也想多挣钱呢 看这有什么办法呢 那 我也给你交一点吧 这事呢 我跟总公司的顾总也商量了一下 他的意思其实也是 要追嫁陪陈寅 总裁助理小顾 对啊 他说了 哎像卓然这种二话不说 说走就走的 让公司很没面子 咱也没必要对他客气 这事你让我想想 想什么想啊 哎你说如果能够啊 全额追回这个违约金 也是咱业绩啊 再说了 哎这事儿杀鸡给猴看 今后谁还敢在公司里 对你大呼小叫呗 哎呀加诺 谁说吧 你要多少 哎 谈钱生感情啊 哼 百分之十五 可不是我要 人顾总也没少忙活啊 哎呀 百分之二十吧 啊你对外就这么说 就说总公司对卓然相当不满意 他要你去全额追加卓然的违约金 百分之二十 对 等待 你就胆着收钱吧 什么 八百万 对八百万 就是说卓然还要再给阿阿夫公司六百万 哎 这个王八蛋 怎么到现在还拿赵军的专辑说事啊 是啊 不是说好了给他二百万吗 现在又加这么多 这年头真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哈 好 这里边一定有管着 这里面一定有陈佳诺的事 不过归根结底也是怪我 林沫 你别这么想 咱们现在一起想想办法 别想了 这样吧 我把钱给他 凭什么 新海部从来没有为主人做过什么 现在他们想要多少钱就要多少钱啊 不可以 但是现在除了给他钱 你还有什么办法吗 不在想了 要不这样吧 我们搞一个技术发布会 把那事全抖出来 正好我有个朋友叫小李 他是记者 要不我找找他 行 好 好 现场的朋友们 各位媒体的朋友们大家好 那今天呢 我请代表卓然 向大家呢 宣布一件事情 从今天开始 卓然正式与新UP公司 解除合同 并签约EQ唱片 签约了 为什么 您好 我是美华娱乐记者 能不能问您一下 卓然在圈里已经有了炒作旁次的名声 那您这么一说 他突然和新UP解约 那是不是又是一轮新的炒作 各位朋友您好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之前一系列的新闻 我不得不承认 的确是炒作 不过 不过 都是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 散播出去的 那卓然您的意思是 这些都是公司的行为了 你一次与公司解约 是不是因为公司的行为 给您带来的伤害有关系 我签约新UP公司 是为了做我的音乐 做我的专辑 可是我做第一张专辑的时候 艺人部主管陈佳诺 用欺骗的方式 和我的慈禧作者林牧 签了一份伪造的合同 以导致我和赵军的专辑雷同 而无法发行 我身边的这位就是林牧 这位是张童 想必大家都认识 这都是我的制作团队 在这里我要跟大家 郑重的说明一下 我以我本人的人格担保 所有署名我的词曲作品 和我创作的歌曲 我只允许过竹然一个人使用 陈佳诺抄袭我的小样 让别人发行 这导致了竹然的专辑 因此受到影响 在这里无论出于任何原因 我都再次郑重向竹然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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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关键的是 我和公司已经达成了简约协议 我一把我的存款 房子 车都交给了公司 而且这里我不说一样 所有的这些财产都是属于 所长个人的 和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公司换了一个负责人来和我交涉 而且 把解决金提到了八百万 八百万 八百万 那公司就是不想让你离开啊 当然是不想让他离开 但是最终的目的 还是其中有人想从中捞起好处 其实这个人呢 就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陈佳洛 今天我 以及我的朋友经纪人 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事实 各位记者朋友们可以去查证 同时今天请大家来 也希望大家对于这件事情 做一个澄清和公正 谢谢大家 好 感谢各位媒体今天的到来 谢谢大家 谢谢 这个陈佳洛太过分了 对啊 这个得好好查一查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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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辛苦了 还没有领取车马费的 可以跟我到这边来 这一会儿我再查一查 来戴上吧 这事真不怪 陈佳洛 你是什么人我不了解 是吧 但是我告诉你 我打死都没想到 你能把这些损兆反过来 全用我身上 不是 小董 您真误会吗 这完全是个意外 别跟我说 谁想到猪人 别跟我说这些 我告诉你卷铺 快给我走人 听懂了吗 别 小董 兄弟一场 我问你啊 小顾什么时候要钱了 他什么时候让你追加违约金了 你说我走 听懂了吗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在新加坡给我消失 听懂了吗 永远不要让我再见到你 走 滚 听懂了吗 你走走 走 你走 你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兄弟 早就想找你 能还你呢 好啊 你跟警察说去吧 不是 因为竹轮伟与军的事 我肖奶也闹白了 你还有脸跟我说这个事 你可能误会我意思了 整个事情其实都是肖奶一手策划的 我只是放炮的 到现在劝我来扛你 我实在是忍不了我今儿把肖奶吵了 所以 像他这种熟稿的 真的没有办法跟他共识 记得别啊 我真的走错无路了 兄弟 玩玩吧 关我屁事 陈家诺 你觉得事到如今我还会相信你的话吗 但不骗你 我现在真的是 一分钱都搞不出来 我再给你一个月 如果你再还不了钱 我就让法院把你的房子给拆了 我先走了 不要再来 给你们准备了 你过来 自己贴着 你们家的紧张 自己贴着你 有一个人吗 你是你 你的男朋友吗 是不是啊 对于什么时候 看英雄主角呀 黑哥黑布 你这样一样 对你好快去开车 我真希望想在这曲 能够脱颖而出 就算当我是女主角 能不能有一个重要角色也可以啊 不让用 这个时刻去 胳膊就不要忘了 好了好了 快开了快开了 我开了这汽车又不是火箭 你要能把这个汽车当火箭一样开得好啊 小唐总 这次是个事情办的很顺利 还可以吧 哎小唐 我在晚上看到一条消息好像和阿部有关的 啊 昨天的事吧 这个 小南他们都解决了 怎么解决的 这事你为什么不跟我说一声呢 我觉得他只是个下属的小公司吧 就整个集团来说 对整个集团来说影响非常的不好 他们对不起 我没考虑好 不过这事也不能完全怪小南和陈总他们 都是那个艺人主管陈佳诺 他 善若主张 突然是被迫开这个发布会 哎对了 快乐的伤怎么样了 慢慢的伤好多了 但是呢 还不能做这个运动 哎今天应该是他比赛的日子吧 是今天 可是他伤没好了 所以就没有安排他参赛 看得出来他心情挺低落的 所以我让他小夏 陪他去满演出福了 那你告诉他 我回来了 晚上我请他吃饭 哎 把香达和陈总一起给我叫来 哎 爱你让我受伤 折断了你给的翅膀 你不记得说过的话 找不到你给我的力量 我的痛恨在云藏 让你的爱继续来放 我应该要故作坚强 但是早应该要一旁 蔓蔓姐 唐总你多买几套衣服 你怎么就买了三件 你以后不是还有拍摄吗 我怕来不及呢 你还定计选拔赛的事吧 你脚伤还没好 我看还是算了吧 以后机会多的是 你还是别想啊 今天唐总回国 肯定给你带好多礼物 我不想要什么礼物 要是能参加比赛就好了 对面点啊 我帮您上下拜周期啊 请慢用 那个唐总 今天的事呢 是我做的不好 没想到记者会追到机场去 是啊 再说您回国的消息 也没人知道啊 不是 你们两个看我干什么呀 好像是我说出去的 我不是那个意思 顾总 你们继续聊啊 听得我都有点累 相当我问你 我给你们UP投了多少钱 五十万 后面是不是还有两个零 你们现在做出了 连三流小公司 都做不出来的事 知道吗 不是唐总是这样啊 拙然的合同呢 写着违约金就是八百万 我那也是按照合同来办事的 我现在问你 我解雇你需要多少钱 你是不是要跟我聊 你是不是要跟我谈 你们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 在一年之内 没有给人出一张专辑 然后就要让人的八百万 是吧 这个消息如果传出去 圈里的哪个艺人 以后会跟你们合作呢 后续对你们影响有多大 你们考虑了吗 不是 唐总是这样 唐总 其实这事我也和肖南谈过 违约金的事也都是他手下人做的 他也是事后才知道的 是是是 你看这都是拙然的钥匙 是啊唐总 这样 我们明天举行一个记者招待会 把事都说清楚 这都是手下经纪人做的事 不守规矩 来 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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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要不要再吃一点 不吃了 不吃了 对对对 我们先走 我们先走 对对对对 那个唐总今天的事是参与一下 走了走了 走了走了 麦麦脚怎么样了 好多了 听小夏说你今天看了一天的音乐剧选拔赛 是因为我的一个朋友参加那个比赛 所以我想关注一下他的比赛境况 哦 是不是你也特别想参加这个音乐剧的演出啊 怎么说呢 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心结 当初就是因为参加音乐剧选拔赛的事 才离开EQ唱片的 总觉得那是一件自己没有完成的事 有一点你应该知道啊 即使参加了选拔赛 也不一定能参加音乐剧的演出啊 我知道啊 我知道 就算我参加 也未必能走到最后 但是 我没有参加 反而我觉得心里空空的 哎 不想那么多了 反正现在已经参加不了了 我的脚伤还没好 选拔赛已经开始了 而且过两天就有结果了 不是还没有结果吗 那就说明没有绝对的胜利 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都已经这样了 怎么可能还有奇迹出现了 那你又怎么知道 明天不会有奇迹发生呢 来 我们为明天干杯 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唐总 给你去 给你自由 给你忍心 来 四哥 给你 拜拜 帮我转交给卓然吧 为什么让我给他 来 拜拜 先吃菜吧 各位记者大家好 由于严定的导演 不能有足够的时间 参与我们的排练 所以现在这部音乐剧的导演 是我们特意从韩国请来的 著名音乐人李元哲先生 大人 姐 我觉得这次的女主角肯定是你 我觉得是你 我表现的没有你好 挺好的 真挺好的 你看你的紧张 你看你的紧张 我 我怎么听着你这么说更虚了 小夏 你带我来这干嘛呀 我们走吧 就是唐总吩咐的 你就别多忘了 你现在是没有信心 不是 你看人家都来参加比赛的 我又不参加比赛 真是多尴尬啊 真的 麦麦姐 你要相信自己 也许真的有奇迹发生吗 周麦麦 你怎么也来了 也对 像这么大型的演出 你就算不能来参加 过来学习学习也好 说不定还能沾沾光的 我为什么不能参加 相信你比我清楚吧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可不懂 我只知道 笑到最后的 才是胜利者 用卑鄙的手段害人 有什么可炫耀的 你说什么呢 别乱说话好不好 你什么证据拿出来 算了 和这些自不量力的人 也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找张道军 咱们走了瞧 麦麦姐 你别担心 让他们先告诉你吧 下面有请 李元哲先生 跟我们讲几句话 你好 刚刚介绍的 卓李婉车 这是什么意思啊 是不是选马赛不算数了 说白了 这不就是内定无所觉了吗 他表示 已经有了 这怎么回事 我得问问 这是他们什么主观方 说说坏人就坏人 你说 这不全所够合的猜调吗 是啊导演 那刚才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角色不都是你定的吗 我定 我跟你说 我现在都泥骨子过河 自身难保了 你自己想办法 导演 我现在才知道 原来笑到最好 我才笑得最甜呀 姐 他们好像上了唐月的车了 你心情怎么样 痛快多了 看得出来 我现在 是不是有一副 小人得志的样子啊 还真有一点啊 怪不得你那天说 不到最后 没有绝对的失败 也没有绝对的胜利 现在你相信 有奇迹发生了吧 我知道 这个奇迹 是你安排的 知道你高兴就好 谢谢你